个儿又矮,然后脸又大,肚子还大 这不给我找一大叔吗,我也没想上 实话其实我最早也没看上他 我说要不咱俩结婚吧 你提出来的呀 我提出来的 这通常这事不是都男的说吗 我要觉得男人还行,那直接收了呗 咱俩立孙的 其实我对结婚挺抵触的 我就想跟他多谈谈恋爱 那你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那叫耍流氓 他说那个,我可要结了婚,我就不离婚了 我说你想啥呢 我说我这儿没有离婚,只有嫂 我说走吧 就走了,我俩就进去领去了 我当时我就想跟他 不想跟他过了 他要这样一老爷们也是够劲 反正是,要他有什么用 我自个都能干了,不要他了 我说离婚吧 老婆,对不起 九年,我没送过你花 我今天,我给你九年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有请主持人 方琼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 谢谢你们来了 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 参与节目评论 报名参加节目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谢谢你来了 官方抖音号,快手号 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三位嘉宾老师 主持人,吴斌 欢迎您 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 欢迎您 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璐 欢迎您 好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就是遇到她 曾经我自负自大 觉得高她一点 知道人生底骨 我才看到她的能力 咱们家里基本上没有科技缘狠乎 所以说每一个都是井心脱骨的 而且没有泡沫 你们懂得 是她拯救了我 老婆,对不起 那次我不该骂你是傻了 今天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被制欠人 马帅 主持人好 各位老师好 我来自北京平谷 我叫马帅 欢迎马帅 怎么起了个这么男性化的名字 身边有叫马帅的 好像都是男孩子 把我当成一个男孩就行 因为我是一个性格比较开朗 很直帅的一个人 名字呢 是我爷爷一小给起的 按象棋起的 我哥哥叫马江 我叫马帅 哦,是 爷爷是个象棋爱好者 是吗 对 刚才小片当中的最后那句话 我们怎么理解呢 2020年的时候 我开始直播 然后那个时候 我也不知道 应该有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去直播 当时有一个朋友 送了我一套 那个东北的大花棉袄 我觉得可喜性 还是绿色的 穿着那个棉袄 我就用那个棉袄 在直播间去直播 当时有很多的人 就是跟我互动 觉得我穿那个可喜性 然后大家也很开心 我也很开心 他就突然间知道 就就 经常说我是个傻子 因为他觉得我很丢人 他理解不了你 对他理解不了 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 你直播也很辛苦 你听他这么说 你心里什么感受 挺委屈的 因为直播我也在付出 我也是为了生计 包括直播也是能够让我自己 释放一下我自己 不管是压力也好 还是能够挣钱也好 但是他总是那样的说我 我就是很不痛快 对 你听到他这么说 你肯定心里不舒服 对 委屈不痛快 可能还会生气 对 那好 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的致歉人 杨小博 主持人好 老师好 我是马帅的丈夫杨小博 欢迎小博请坐 为什么那么说人家呀 我最初是有点大男子主义 然后那时候 他每天就是连拍视频也好 发段子也好 都用那个 穿着那大棉袄 唯一那头巾 感觉就是挺不正常的 然后我身边跑多 老一刷着他看 他就老说我 所以就老因为这个发生口哭 那你现在想想 你当时这样的态度对人家 你后悔吧 后悔了 我太把自己的面子看得太重了 确实 作为一个男士 看到自己媳妇扮成这样 会有不舒服 对对对 就好多人说嘛 一说 然后就感觉自己总是 哎呀 抬不起头 丢面子似的这种感觉 但是后来呀 看着他也一直特别努力 还坚持自己直播 把自己直播做得挺不错的 其实在网络上 他可以用自己的这样的方式 来吸引别人 其实也是展现自己的一个方式 我开始就是想不动啊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这个老生气 马帅你们当初是怎么认识的呀 起初我那会儿开滴滴 然后我有一帮车友 那会儿是15年 因为开滴滴的时候 好多车友都聚在一起嘛 平常一起吃饭呀 然后一起待着玩 那天正好是我们一起去吃牛蛙 然后我旁边有一对这个夫妻 这大哥跟那嫂子呀 都是一个热心茬的人 就拿那个手机 哎 马帅 给你介绍个对象啊 然后把那个手机就给我拿过来 我这么一看 当时就是那种蒙圈的状态 我一看他我说 你给我介绍对象干嘛呀 他说这个小伙儿条件好啊 好几辆车呢 有车有房 还多金 他说你也该找个对象了 你瞅瞅 我一瞅 个儿又矮 然后脸又大 肚子还大 这不给我找一大叔吗 我也没想上 我当时还挺埋怨他的 你说找啥样的不行 找一这样的 我自己条件也不差 我说想不上 你那时候想找一个什么样的 我当时说实话是不想找对象 我觉得一个人还是挺自由的 一个人习惯了 你之前谈过恋爱吗 谈过恋爱 但是那会儿谈恋爱那个男生啊 他比我小 就是懂很黏人 我不喜欢 也不合就分了 就是那段时间也就不谈恋爱了 一个人挺潇洒 挺自在的 就一个人过得挺好 每天出去拉拉活啊 还能挣点钱 对 很自由也 能自由 那你那个大哥嫂子的 给你介绍这对象 照片没相上 后来见面没有 见着了 没过两天 这嫂子呀 她也是 这咋说呢 她可能是一门心的 就想给我介绍个对象 她说咱俩洗车去吧 她坐我车上了 我说行啊 溜达溜达吧 溜达溜达 就溜到她那个公司楼下了 正好 她说你慢点慢点 我说干嘛呀 她说 等会儿啊 打个招呼 她其实看见她车了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故意的 她就跟她打个招呼 两人就说上话了 我就猫腰一看 我说这不是给我照片介绍那人吗 这俩人都聊起来了 然后就说她干嘛去 她说洗车去 这嫂子可热心 一块吧 那一块就一块 她前边开着车 我后边也开着车 我就跟着她一块开车去了 洗车去了 到了那个洗车那地儿呢 俩人聊天 你说我也插不上话呀 我就跟着鸡脚 我就蹲着 因为当时我戴个墨镜 就蹲着鸡脚 我就玩手机 不知道他俩那说啥呢 他就走过我跟前来了 我这正蹲着呢 人老先生就站着了 说那个一起去吃个饭吧 我其实内心是有点抗拒 不喜欢 就你即便是见面了 其实你也没想上他 没想上 就车是比我的好 我是想上车了 但是没想上人 他开什么车呀 当时开的是温驰S350 你开的是个啥 我开的温驰SR200 差好几个级别 所以你相上车了 没相上人 对呀 但是他走下来的那会儿 是穿一个半袖 挺精神的倒也是 不像照片看的那么 小短腿似的 然后我也就没太在意 他说吃饭 我说我不太喜欢 去外边吃饭 不健康 我喜欢吃那种家里的饭 他说你喜欢吃啥呀 我说我爱吃红烧排骨 其实我是诚心想为难他 他来一句 我会做呀 一起吃去吧 我这会儿买菜去 那我当时 咋整个 吃去吧 对 受不住了 是吧 那就吃去 别搏人家面子 是吧 那样嫂子也在那呢 那就吃去呗 结果他先走了 然后我跟嫂子后走的 人走完了以后吧 我也洗完车的 我要走 人家洗车的 还把我拦着了 说那个给钱呀 然后那嫂子说 他没给刷卡吗 跟他一块去 他那洗车那地儿去了 他说没有啊 那我也不好意思 搏不下那面子 咱也不差那点钱 我说我自个儿扫了吧 我就把钱给了 但心里有点不太舒服吧 不讲究你这人 对呀 真是的 抠搜的 我那有卡 我洗完 我先走去买食材了 你有卡 你不给人家刷吗 我告诉人家了 这儿是我们俩一块洗的车 但是谁知道 他又跟他要 他跟我要钱呀 他没刷呀 他肯定不是 是他 不是我的原因 是他的原因 那我就不知道了 你第一次见马帅 感觉怎么样 实话 其实我最早也没看上他 你也没看上 为什么呀 那天呀 也是我这嫂子 也是老给创造机会嘛 她也就是 特别想撮合我们俩 在洗车那儿 我嫂子我们俩就聊 她说这怎么样 我会看不出来呀 戴衣墨镜怎么 她说她好像是刚演做完手术 刚做双眼皮是吧 对 然后我回来做完饭 她吃饭 这全程都戴着眼镜了 我说在人家里 我说你还戴一墨镜吃饭 后来她告诉我了 还是她拉着双眼皮 我做那排骨 基本上都让她吃了 我说你第一次来我家 你自己挺放得开的吧 你一点也不矜持是吧 这相当于算是两个人 第一次见面 谁都没看上谁吧 对 那后来怎么走到一起的呀 后来她老找我 你不是没看上人家吗 还嫌人不讲 吃一堆排骨 她没戴眼镜 我都想看她戴眼镜什么样 后来我就没事 给她发了几个信息 我说你有空吗 过来吃喝茶呀 聊几天 就是想看个 因为她告诉我 三天之后能摘眼镜了 她正好就第三天 她的三天再约一下 对对 我想看看这人 这直壮的性格的人 无约长得到底怎么样 三天以后恢复好了吗 也没完全恢复好了 那去见了吗 去了 因为我妈跟她的公司离得可近 我在我妈那住嘛 我还没睡醒呢 嘣 手机响了 那个没啥事 过来坐着喝茶吧 早上我也没啥活 我就去呗 待会儿去呗 这人虽然说印象不太好 但是坐会儿倒也不耽误啥事 对对 这摘脸镜了 看上怎么样 看着还行 然后后来就是 我想就不行 就处处吧 我嫂子一片心 然后咱也别辜负了人家 是吧 然后后来通过 就没事老一块出去玩啊 吃吃喝喝的 不是 你就开始追她了 是吧 对开始追她了 你都用什么方式追人家呀 没事我弄个大摩托带下去 逗逗风啊 没事我就 这大摩托呀 对 没事我就带她跑跑山呀 吃吃饭什么的 反正就是连转带舞的 她条件确实好是吧 那会儿那车在我们这儿 老显眼了 就是回头绿特别高 我们四月份认识的嘛 这时候赶上我们 苹鼓有桃花节 那人山人海的 因为她家在那附近 骑着这个 都带我直接往山上开 那全是回头绿 特别拉风 拉风 好帅呀 感觉怎么样 你们在一起 我感觉还可以 然后这个人 不像想象的那么 就是我想象的那么 轴吧 真正相处了 他什么吸引了你 怎么说 因为我们俩相处 这段时间 有约我出去玩 然后我也去他们家 有吃过几次饭 他各种给我做饭吃 还挺好 我就喜欢自己做 比较干净 卫生嘛 总之打动你了 那你多长时间 同意的呀 他就是这段时间 他主要是一个男生嘛 你追女生 他总是要给你拉拉手啊 动手动脚 他从来没有 特别本分一男人 我这男人挺爷们 挺好 觉得靠谱 是吧 你们俩多少时间 确定了关系 四月份认识的 到一五年的五月十九号 正好他们骑车 然后约着一起 就朋友们一起吃饭 他说你来 来一起吃饭吧 都带家属的 那我就过去了 我一过去了 正好那好像也有一对 也是要说五月二十号 要领这儿去 我说这日子挺好 我说要不咱俩结婚吧 你提出来的呀 我提出来的 你们俩这前后认识 多长时间这算是 不到一个月 不到一个月 你怎么提出来了呀 这通常这事 不是都男的说吗 我看人家那有结婚的 我也闹心了 我寻思着 因为我比较直爽 你叫能行 咱就行 不行就拉倒 是吧 一别拖着 本身我也不打算找 那我要觉得 男人还行 那直接收了呗 咱就立孙的 他提出来要结婚了 你当时是不是蒙了 蒙了 蒙了 完全蒙了 其实我对结婚挺抵触的 我就想跟他多谈谈恋爱 那你不以 不以结婚为目的的 谈恋爱 那叫耍流氓 因为我之前有过一段婚 那你蒙了 然后呢 我之前结过一次婚 然后后来就是说 对结婚挺抵触 然后后来蒙了 他单气下跪了 跟我 然后跟我求的朋友 我碰面的朋友 就开始 起婚了 对 他跟你单膝下跪 对 跟你求婚了 对 旁边人开始起婚了 对 把你架住了 把我架住了 我也是 换谁都得蒙了 他也确实不做 你说我要拒绝他 我也是从心里也过一过去 但是后来我就是脑袋一热 我也就答应了 我说明天领呗 那就领呗 我说你跟你家说去呗 然后我就跟我们家说去呗 然后拿回回就 马帅 你真是挺帅的啊 就这么简单吧 就应该这么简单 我觉得生活就是应该很果断一些 你这个首先先看名字 像个男孩子的名字 然后你做这些事吧 确实也都像男孩做的 单膝跪地求婚 这都通常都是男生干的事 你这个性格养成是什么原因呢 你从小就这样吗 从小就这样 因为小时候吧 我是一个体育运动员 那跟野小子一样 等到2002年的时候 我爸我妈就给我送到河南 去学武术去了 在那儿学完武术 被保送上的那个成体 那你在五校这几年 是不是也都跟男孩子似的呀 对 跟男孩子一样 因为那个五校当时有 不到一千人吧 女生一共就二十多个 像我那个年龄段的 也就几个 我说我这个骨子架子 也不适合玩那些套路 我说那太柔了 当时我就学三打 我们班就我一个女生 我学三打 天天的跟男生打 那你内心呢 内心向往的是 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 我内心向往的生活 就是一个人 无忧无虑 自由自在的 就像天上的鸟一样 想怎么飞 就怎么飞 我不想被别人拘束 你不喜欢被束缚 对 所以说后来上了成体以后 因为爷爷奶奶陆续去世了 我又不上学了 又给我爸气住了 我都不去了 说啥也不去了 他那你不去干啥呀 我说找点事干呗 一夜了 然后经过朋友介绍 又跑了杭州 一个豆捞公司 又去上班 在那儿 在那儿又挣了点钱 你后来还干什么了 后来有点钱了 我就跑那个广州去了 因为广州是美食城嘛 我说来了客官 就这样事了 就好开心 你那菜名也都得跟武侠有关吧 对所有的菜名 什么大力丸呀 小龙失败的 一指柴 对所有的菜名 都是武侠的这种名称 但是很失败的是什么呢 其实刚开始生意挺好的 我觉得我经营也没有问题 但是那会儿的时候 正好我们那条街 修下水 然后全是那大管子 挖大坑 这一条街全部都是土方了 人家进不来 然后我们这个生意 这条街生意都不好 我就感觉完了 坚持坚持吧 我就开始慢慢辞点员工吧 然后自个儿天天在这儿 就是撑着 最后实在撑不起了 回头出脸子就回来了 我相信你的这些经历 对于你来说都是一种财富 当然你的这些经历 也造成了你的这种性格 想干就干 说来就来 是吧 咱也别啰里巴缩的 即便你们两个人 刚认识一个多月 行了 我觉得可以了 咱们就结婚 我求婚 你要应了 咱就过 对 那你们俩倒是挺快 你们领证父母知道吗 他们都没见过 我是跟他求完婚以后 他同意了 我说你等着 我家拿火本去 跟我们家就隔一条街嘛 他呢 不是不是 你怎么开始擦上汗了呀 我这有点 现在回忆起来 还都是一头汗呢 是吧 对 你父母什么态度呢 我当时也是跟我父母打个电话 我说妈 我明天要结婚 我说您跟我爸下来 跟就是跟对方建一面呗 因为我之前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了 后来我妈就说 她说你要是看好了 想好了 你就接吧 然后明天你定好地儿干上我 我就过去跟你爸 他妈心也挺大的 对呀 连个分也没打 是吧 对 就同意了 对 你真是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挺顺利的 第二天九点 我们就约一块了 连她妈跟我妈一块吃顿饭 双方家长满意吗 当时满意吧 满意吧 因为我 就是虽然流程没差事 就是双方 这必须得见面 你就领智了 能不见面吗 但是什么三金呀 什么彩礼呀 这玩意都没有 因为来不及 太快了 对 忽略了 然后我一看到点了 我说咱俩走吧 就半证去了 就半证去吧 把家俩给扔扔了 他们还没吃完饭 我们就走了 我俩就走了 因为我俩定的是 52013点14分领的证吧 这样是一三一证 哦 1点14 一生一世 对对对 是吧 热菜估计都没吃着了吧 对对 还行 真正领证的时候 拿到那证的时候 什么感觉 我没到门口了 他先问我 说你确定了 我说我确定了呀 他说那个 我可要结了婚 我就不离婚了 我说你想啥呢 我说我这儿 没有离婚 只有扫 我说走吧 就走了 我俩就进去领去了 那咱看见这儿以后 完了 这回不是一人了 不自由了 对呀 又束缚了 这哪是你想要的生活呀 但是想想 早晚再走这一步 你呢 当时我也是我想 刚出来 一个人又立马又告别单身了 就直接 又被他拿下了 太快了 有点 我问一下 你不是问人家吗 后不后悔你 那时候在门口的时候 犹豫没 我犹豫是想让他打退堂鼓 我说就算了 我说别 想好了 我说人家再离婚就二婚了 他说 算了我也不离婚了 你本来还想吓不吓他呢 对对对 我说你真想好了 他门口问了他好几次 他说我想好了 放心吧 反正闪婚了 是吧 对对对 闪婚以后这日子过得怎么样 就一直当搞对象过的 哎呀 你听人家说的 一直当搞对象过的 听起来挺幸福 对 我们从结婚之后 就开始出去玩了 就开始 基本上不在家 不是在草原呀 骑马 我又给他买一马 叫二帅 你给他买一马 对对 他也挺喜欢骑马的 然后我们就是没事在 基本上那一个月 在草原得待二十天吧 回来就是回家 就是看看 要没什么事又走 祖国大好河山 都去了不老爽吧 对 连南方我们俩也都走 就转着 哎 那你从结了婚 到后来就一直没工作过了 是吗 没有工作过 没有工作呀 他养着我呀 那我不是天天的得养胎 生完孩子 照顾孩子 哦 天天的衣食住行 不全都我自己 大家操劳操是吗 你这现在一下 真是回归家庭了 成了家庭主妇了 嗯 你这能适应吗 不适应 从小姑娘变成大妈了 变大妈变大妈 也无所谓 天天在家 哎呀 给孩子洗尿布 收拾屋子 每天得吸七八次的奶 然后还得给他们做饭 操着来操着去的 我说这都不是我的人生啊 这个呀 咋整个 你那时候抱怨过吗 我想上班去啊 我想自由啊 我想出去啊 走出去 别在家里边窝着了 这不是我应该干的事儿 这是女人应该干的事儿 不是 你不就是个女人吗 我不认为我是个女人 我除了会生个孩子 我觉得我 啥事都不比男的差 那你这在家里 束缚力多长时间 你什么时候开始又出去工作了 孩子几个月的时候吧 因为那会儿也有月嫂 再加上我妈帮衬着 我就趁他们都不注意 他那会儿正在弄工程 每天都是早上出去 晚上回来 我出去偷摸开了一天滴滴 跑了一天 我哎呀 好释放啊 高兴死了 是吧 撒花了都 撒花了 又不用哄孩子 啥也不用干 然后开车转腾去 那他知道吗 白天不知道 后来知道了 后来知道了 后来我告诉他 我挺欢喜的告诉他 我说那个 我今天拉一天活 我挣一百多块钱 我同工地完事之后 我就回家了 因为孩子小嘛 每天早早回去 我也想跟孩子玩会儿 然后我 我要有空 我也想给他们做点吃的 然后回去看他们在家 然后等他回来之后 一问他说跑滴滴去了 然后他还说挣了一百多块钱 当时我就翻了 翻了 为什么 把孩子扔家了 然后自己跑出去了 一直到晚 晚上他回来 你希望他是一个什么样子 我希望他肯定是在家 你说孩子又想照顾孩子 你愿意做饭 你就做了 不愿意做 等我回去做也成 但是衣服什么 洗衣服什么的 你在家 坐一嫌妻两母 孩子刚这么大就跑出去了 我能问你点私事吗 你说 你这一会买三个轮的摩托 一会买马的 你是干啥的呀 你这一年能挣多少钱 我过去是 有一头资公司 我自己的 然后还接点小工程什么 小店主 一年能挣 肯定过日子够 不用他付出 不用他出去跑 所以他生气了 生气了 你听他了吗 我其实说心里话 他当时对我挺打击的 他说了 我差你这点钱吗 你是不差这点钱 但是我也不能天天耗费 我自己的青春在这家里边 我也能挣钱 我挣起钱来没准比你还狠呢 不干 不干 我还接着拉 我又拉了几天 后来还不搭理我呀 不搭理我 我又拉两天 我觉得这个状态好像不太对劲了 他就说我 说我说的我就 算了 我还是认了吧 你老人两人这打架也不合适啊 你妥协了 我妥协了 他妥协了 你满意了吗 他妥协我肯定满意了 你就高兴了是吧 回家看着孩子 对 但是没待几天 又开始闹着 他就特别不稳 那孩子慢慢也大了 我也开始可以断奶了 那断奶了 这可能有点事干呀 反正他也不天天在家 就白天不在家 有家里有我妈给哄着 我就从我们那个小区外边 有一个那个 学武术的这个培训班 我说这不符合我职业吗 我干过教练呀 你重操就业 对呀 我面试一下子去 你面试工资还不低 然后那会儿 四千多块钱 哪年这是 那是178吧 我回去跟他商量商量 我说 你这看这孩子也断奶了 也大点了 是吧 不用我天天的 就这样照看着了 说话也该上幼儿园了 我说别老天天黏着我了 我也找点事干 我说咱们外边有一个那个 学武术的培训班 我说赵教练呢 也进离家 有啥事 我也能赶回来 我说我上这上班去行不行 不干 他还是不干 他说你就在家待着吧 你就别出去了 我说你说 我说